嘿,大家好,我是林牧師 剛剛過了那個禮拜天,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剛剛舉行了我們第一屆的 Singleness, Marriage and the Glory of God 這個單身與婚姻的講座 雖然我們第一次是用英文,我們都很期待 遲些在九月尾十月的時候 我們會用中文再次有一個這樣的講座 在這個講座裏面,不單是講一些聖經的原則 更重要,也是可以和弟兄姊妹有一個互動 回答了很多的問題 我想用一些小小的時間去總結 用中文,用廣東話去總結 當中的一些大原則和一些應用或者討告的方向 我先錄的是單身的挑戰 想一下一個單身,如果你現在是單身的話 對於你來說,一個贖榮挑戰會是什麼呢? 先講一些大原則 如果大家去想聖經的教導的時候 其中一個,上帝給人類第一個 一個叫做命令,就是要生養眾多 這個是廠世紀第一章,第28節上 第次級貪門說,要生養眾多,遍門全地 那你開始想了,為什麼叫做生養眾多,遍門全地 有很多人真的用這個作為一個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去結婚 那我不可以說不對的 但是,如果你看回那個上下文 或者當時的歷史背景的時候 就是,上帝被他們放在伊甸園裡面 伊甸園的意思是喜樂 現在上帝,但是伊甸園只是一個小小的原始 但是這個小原始上帝有一個儀仗 要將這個喜樂帶到地極 我們叫做Joy to the world 阿當有一個使命,它的使命是Joy to the world 讓這個喜樂帶到全世界 有點像聖誕節一樣,就是普世寬騰 於是,阿當需要有一個好的partner 一個幫忙者 去到創世紀第二章第十八節 重新再講一個故事 這次阿當尺尚未有客話,只有阿當 要我話說 哪人就是阿當,單獨一個不好 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去幫助他 為什麼這個人單獨不好呢? 很多人喜歡用上帝都這樣說 所以我單獨一個人都不好 其實如果你想想一下創造的故事 每一天上帝都說很好很好 第一章,由頭到尾,好到尾 上帝的創造是一個完美的創造 阿當其實是一個完美的創造 我們說他不是ontologically不好 他不是一個本質上有任何的不好 他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functionally不好 就是說他有一個使命 要達成這個使命 他一個人是不足夠的 他需要有一個配偶去幫助他 幫助他完成這個使命 就不是因為阿當是一個單身狗 於是他非常之孤獨 我們經常有一個錯誤的感覺 以為他是孤獨 甚至是有點憂鬱 所以要有一個人去幫助他開心點 其實不是 其實你可以想像阿當是一個非常之獨自開心的人 他不好的地方是因為他需要有一個配偶 去讓他可以生養眾多 平衡傳地 將上帝的喜悅、伊甸傳到去地擊 所以那個生養眾多 不是隨便生小孩出來 而是生養一群為上帝而活的 去施行上帝旨意的一群後裔 當然了 整個故事由第三章開始 他發現是完全失敗 因為撒旦 以那條蛇來引誘他們 引誘他們之後 這個使命是完全失敗 從某個角度來講 阿當夏威繼續生存 從某個角度來講 阿當夏威繼續生養眾多 physically 但是他沒有辦法 將他們的後代 你去到第五章、第六章 就不是Joy to the world 不是將喜樂帶到這個世界 而是將詛咒帶到這個世界 將罪惡不斷擴散 這個生養眾多 跟起初上帝給他們的呼召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儘管現在有阿當夏威 儘管他們生了很多片門全地 但是這些完全不是上帝起初的旨意 所以生養眾多的這個使命 或者這個福氣的傳遞 其實是在《救藥神經》 或者《創世紀》 完全是沒有辦法達成的 最終達成的地方是哪裡呢? 或者怎樣去解奏呢? 解奏的地方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 祂為我們活了一個完美的生命 祂為我們受死、復活、勝過罪、勝過死亡 而在《新約聖經》裡 告訴我們耶穌有一個很獨特的身份 祂是教會的新郎 所以去到《以不所書》第五章 第32章大家都很熟悉 當保羅在說丈夫與妻子的時候 他突然停在這裏 或者是極大的傲備 這個所謂傲備就是 現在從前是隱蔽 現在啟示出來 而我是指基督與教會說的 所有一切指向基督與教會 有什麼可以生養眾多片滿全地? 有哪個夫婦可以生養眾多片滿全地? 而他生出來的不是一些罪惡半夜的後代 而是順服上帝將福音帶到地幾天 是基督與教會 所以當你一去明白這個整個故事的時候 你想想寫創世紀的時候 人類已經是墮落了 上帝已經在想在墮落的世界裡 如何將救恩帶進去 於是當你這樣去明白的時候 上帝最終的議長是通過一個新的夫婦 去將生養眾多片滿全地 以致福音起落可以傳到世界的終極的時候 那你再看回哪個人單獨一個不好 那這個再不是說 再不可以就這樣去應用在我們的身上 就說我是單身狗 那現在我不好 上帝說要幫我找個配偶 你不是的了 只要你在參與基督與教會的一部分 無論你是有婚姻的狀況 有或者是你單身 其實你在參與基督與教會的時候 其實你就已經是生養眾多 所以去到生養的時候 你看到耶穌是單身的 詩耶約翰是單身的 保羅你看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他以前結過婚 但無論如何他現在是一個單身人 甚至是鼓勵那些人繼續去單身 原來單身都是可以生養眾多 為什麼 因為最終那個使命 遍滿全地 生養眾多遍滿全地 再不是說我生不生的問題 有沒有子女的問題 而是說你有沒有參與 使萬民作我門徒 由此可見 在上帝的眼光中 有時候我們都很喜歡說聖經 上帝其實是很課婚姻的 所以婚姻應該很開心 因為基督與教會 但其實你再看真些 上帝最重視的東西就是教會 基督與教會 這才是整個focus 你只要你是教會的一部分 只要你是積極參與 使萬民作我門徒這件事 其實你有沒有婚姻 其實對於上帝來說 是沒有分別的 或者是不重要的 當我們星期日的時候 都看了這段聖經 就是少保羅在很多前書 第七章32-35節裡面 我讀給你聽 然後我給你解釋一下 我們怎樣去形容 我願你們一無掛淚 沒有結婚的是為主的事掛淚 想怎樣令主喜悅 結了婚的是為世人的事掛淚 想怎樣讓妻子喜悅 於是就分心了 如果你記得 保羅在另外一本書 《提摩泰》的時候 他有說過 做基督徒就像參軍一樣 參軍最重要的事就是 求討他上司的喜悅 不分心 不分心對於保羅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結不結婚是不重要的 甚麼是重要呢 分不分心的問題 如果你不分心就是非常好 如果你分心就是不好 我說者說 是為你們的益處 不是要限制你們 而是要你們做合而的事 得以不分心地對主忠誠 這是他的底線 他說到最後 你要怎樣不分心地對主忠誠 尤其是甚麼呢 在教會的事情上面 因為剛才我們都說過 教會是整個上帝的中心 耶穌基督是上帝 救贖是上帝整個思想的中心 而教會和基督徒教會 就是所有的東西最核心的地方 OK 我講完之後 我想解釋些少少 保羅當然說了甚麼 我們不是很清楚 所有歷史的背景 但是我們可以這樣去總結 在哥林多這個地方 有一群弟兄姊妹 保羅主要寫給當時的弟兄 因為畢竟男士在當時 是多一點決策權的 那裡有一群人 有一群男士 成為了弟兄 他現在加入了教會 那當時的背景是怎樣呢 就是你可能很小時候 已經是和其他人有定了婚 如果大家也記得 就是約瑟和瑪利亞 很小時候 其實瑪利亞結婚的時候 可能是14歲 那所以 約瑟和瑪利亞這個時候 可能是很小時候 就是年輕人 他是十多歲 那已經是 正了婚 有一個婚約 就不一定是 要馬上去 去結婚 那保羅仿生是同一群弟兄 他信了主 那他也有一個婚約 可能以前定落 那他可以 就是承傳了婚約 他也可以 好像有些選擇 可以暫時 暫時不去 不去 承傳這個婚約 甚至可能最後 他不需要結婚都可以 這樣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那個 許悔了給他的人 其實 可能是基督徒 也可能不是基督徒 是吧 我不知道那個情況是怎樣 保羅仍然沒有詳細 但是你開始明白 那個背後的複雜性 那如果你有個婚約的人 那個人本身 不是基督徒 那你跟他 如果你跟他結婚 那你就分心 所以 保羅仍不是叫你 當那個婚約不存在 OK 但是似乎你有選擇的時候 保羅寧願他們 盡忠地去單身 OK 好 我想現在應用給我們聽 如果你問我 你說 我們當中的 就是單身的弟兄姊妹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 那很多人 一想到這些單身的挑戰 那就會有很多 事情去想 可能說他孤獨 可能說是性的誘惑 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其實很多人也都說回 你結不結婚 其實都有孤獨的挑戰 都有性的誘惑 所以 其實不是單獨 就是單身的人有的挑戰 那如果你問我 林牧師 你覺得 單身的弟兄姊妹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 最大的挑戰是 想結婚 想結婚是最大的挑戰 想結婚到一個地步 就是天天在想想結婚 天天在想 什麼時候有對象 天天在想 上帝不是幫權預備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寶禄說 單身的優勢 就是應該你不需要想那些事情 單身的優勢 你可以專心的侍奉上帝 但是很多弟兄姊妹 她不去專心侍奉上帝 但是她卻在那裡 在那裡思想 上帝給她 究竟最後有沒有婚姻 甚至在那裡求也好 看書也好 去想那麼多 我在那個講座裡面 我講過 我覺得 如果當你明白聖經的教導 第一 你應該專心去三個愛 愛上帝 愛上帝 愛上帝的話語 愛上帝的教會 你專注在這三樣東西就可以了 你最後結不結婚呢 上帝知道 如果上帝想你結婚 她會帶領你去這個婚姻裡面 如果上帝想你單身 她會繼續讓你去 上帝想你單身不代表你不想結婚 每個人都可能想 我都想有一段感情 我都想去拍拖 但是這些東西 是potentially令你分心的 你要更加專注 專注什麼呢 告訴自己 我要愛上帝 我要愛上帝的話語 我要愛上帝的教會 就是專心做這件事 將你的分心打開 即打退 以至你專心 然後看看上帝 上帝如何帶你進入 婚姻也好 單身也好 最麻煩的地方 最浪費時間的地方 就是在想 我什麼時候會找到這個男朋友 或者很積極地去網上認識別人 或者去不同的教會 去參與不同的活動 就是想找到那個男朋友 女朋友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說真的一句 我就會覺得這樣的 你去找 你未必找到 你找到 大概都是找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動機本身 都頗有問題的 那麼很多弟兄姊妹 我們知道 最後結到婚的 或者結到婚的 其實都是 未必是 真的 你說最後 很開心我結到婚 感謝主 其實你真的未必感謝主 因為很多時候 你可能和一個非基督局結婚 或者和一個很隨便 總之他受過洗 願意 或者這個男朋友 他以前不回教會 現在願意為我 和我回教會 回兩個月 我們就結婚 這些這樣的婚姻 你想想 最後能否做到一個 不分心的忠誠的侍奉 是不行的 上帝告訴我們 保羅最擔心的是什麼 是要忠誠 是要不分心的忠誠 有什麼的婚姻 可以做到不分心的忠誠呢 簡單來說 就是兩個不分心的 單身的人 因為上帝的大靈 他們在一起 兩個專心一二的信徒 他們在一起 那你才有可能 有可能的 都不是沒有挑戰的 我下一個錄音 我就說婚姻的挑戰 這樣才有可能 做一個不分心忠誠的婚姻 如果你不是一個 不分心忠誠的福音 在上帝的整盤計劃裡面 其實你那個婚姻 只是自己所追求的一個婚姻 不是一個為上帝的 就是國度 為上帝的榮耀而有的一個婚姻 我想給大家一點 practically 如果你是一個單身的人 你應該怎樣去活你的人生呢 我覺得你真的要把握你單身的時候 hopefully你現在是單身 也希望你現在不是有太多其他的前妖 而你可以很專心的去追求上帝 愛上帝 愛上帝的話語 和愛上帝的教會 我想說一點點我自己的一些經驗 我記得我剛剛開始做事的時候 就是大學畢業 我就去了新加坡 新加坡留了三四年的時候 當時其實我自己心裡 都已經有一個心 我想去之後回去美國讀神科 然後成為一個牧師 傳導人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去到新加坡 我有份工作做 我份工作幸好就不是特別忙的 但是這個工作又給你有一個很好的時間 就是說每天你都要有一個作息 你要上班 你要下班 然後你都有些時間 那因為我是單身 那我就會有很多其實 是很自己可以用到的時間 那我現在想起來 其實我都不是特意做的 我想很自然的 我就會花時間去讀聖經 我記得當時就參與教會 那我自己是帶領一個小組 一個初職的小組 那我作為一個小組組長 那當然我要預備查經 又或者想一下 我們之後要查些什麼 讀什麼書等等 那在週中我都有很多時間 又不是說很多時間 就是我會有時間 我會打一些文化給我的組員 去關心他們 在教會方面 我會參加初職的團契 在初職團契裡面 也有一些小小的侍奉 那教會呢 有祈禱會 有些我們全教會的聚會 我一定會去的 那時候的生活其實挺有規律 但是規律得來 又有一些時間、空間 那當我覺得我都有時間的時候 那我會做什麼 我記得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 就是放了工之後 就會走到書店 其實我以前是完全不喜歡讀書的 完全不會走到書店 但是因為現在有空了 放了工之後的時間 然後我上班的附近 有一個基督教的書店 再加上我都覺得 如果我以後去讀神學 那我都應該去讀 於是呢 就開始自己 除了讀聖經之外 就會花些時間去 自己買了一些書 去讀 然後去跟其他人分享 那後來也有機會 參與教會一些門訓 讀聖經的門訓 出去聽一些 做一些講座 我記得當時 單身的時候 去得最多的講座 或者是後來每次都有機會的 就是猜傳 我很喜歡去猜傳的講座 我很喜歡 我剔了一些猜傳的科目 我又去一些猜傳的會議 那其實呢 去到那些地方 我是不認識任何人的 也都沒有人認識我 那也是我教會 也都沒有其他人肯去 那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去 那去到那些人 那些人呢 那但是我去 又不是去為了要認識其他人 我去就是 其實就是 為著要追求 就是覺得 上帝那個教會的使命 本身就是一件美事 那後來也都有一些 教會一些 長老執事 又會留下我自己 我們幾個男人組 去開 去讀聖經 那這些都是很特別 很特別的事 讓我們去思想 上帝的話語 無論在教會裡面 又或者外面有機會 看到 因為我單身 因為我沒有很多的負擔 所以看到一個好課 那我又去上 但是呢 我都是保持一個 很安靜的一個態度 那幾個時候呢 除了讀書之外 我都開始寫 寫東西 譬如你自己寫 寫一些日記 我記得那時候 我會打很多的 就是 寫一些關於自己生活上 屬靈上的一些反省 給我美國的一些 朋友 和他們有Email的來往 因為畢竟我在 學校裡面 都是很積極 就是和很多 特影節目有很多的聯繫 那我都繼續去通過這些 去鼓勵他 我現在看回頭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預備 就是你專注的 可以對住中心 到最後 結婚了 但是結婚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那句 我又不是特別 覺得我一定要結婚 我有些朋友 去讀神學院 以後以後做牧師 他們會跟我說 他說 我一定要結婚的 就是 我 我 我做牧師 怎麼可以不結婚啊 或者 我要傳道人 當然要結婚啊 那但是 聊一下聊一下 其實你知道 聖經裡面 真的沒有說 你一定要結婚的 保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不是保羅啊 那有時候 就算你去到那個 預備自己做傳道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東西是放不下 可能你放下了這個世界的 金錢 名利的一些引誘 但是去到這些位 這個 這個婚姻的上面 其實都是要繼續分開 因為如果你不是放開這件事的時候 你去到每一個崗位 你都會盯著盯著盯著 看看有沒有一個可能 這個人可不可以做我太太 這個人可不可以做什麼呢 這樣 掙扎永遠都有的 又或者你永遠都會想 但是重要的地方就是 怎樣可以專注的去追求上帝國 香港有一點不同的 香港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 但是繁忙得來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些空間需要專注 我想我們當中的單身的弟兄姊妹 容許我這麼說 最大的挑戰就是你經常在發白日夢 想自己什麼時候要結婚 什麼時候上帝會幫你安排 去到某一個程度又會說 上帝如果你是要我單身 麻煩你告訴我 不斷在那裡問 不斷在那裡想 不斷在那裡跟別人聊 但是你沒有好好地專注去愛上帝 愛上帝的話語 愛上帝的教會 有很多機會 大家需要去思想 我記得當時我單身 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奇妙 真的有很多時間 或者真的有很多空間 我記得除了我做這些 自己去讀聖經 參加 參加 Bible Study 團契 或者出去之外 我每個星期還有時間 和我非基督徒的同事去打球 雖然我現在看回我 其實我最後悔就是沒有好地跟他們傳福音 但是每個星期我一晚可以和他們一起花時間 去認識一下他們 我也有時間去探訪 我記得我有做過一陣子 探訪一些自己在家裡的老人家 就是他單身的老人家 教會有一個這樣的程序 我就做個操控 就是自己也去探訪一個老人家 我也曾經有時在考告會 大家有人分享的話 誰病了 又或者他有一個未信主的朋友 在醫院裡 我又夠膽 也有時間 自己放了工 會去探訪那個人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最後 當然你說 因為你知道你要做牧師 我想這個是大家最大的錯誤的觀念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屬於上帝 每一個人都是全時間的基督徒 每一個人都是全時間投入在教會福音裡 只不過最終你和我的角色有少許不同 但是在我剛開始工作的幾年裡 其實我和你有什麼分別呢? 我又是一個普通的基督徒 我一樣上班 我一樣去讀聖經 我一樣嘗試去成長 我一樣有我自己的掙扎 我一樣有很多讓我可以分心的東西 但我選擇不分心 我選擇要追求上帝的話語 那時候開始的時候 其實不是去讀神學的 純粹是一些平信徒會做的事情 我才會做的而已 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專注 你要去思想愛上帝 愛上帝的話語 愛上帝的教會 愛上帝給我們普世的使命 當你去這樣做的時候 那你餘下的人生就會很清晰 如果不是 我怕的是 你結婚也好 不結婚也好 結果呢 你都是很Lost的 活你以下的生活 所以想想哪些事情 趁著你今天的單身 過一個專注的生活 將你的餘下一生 無論是有婚姻 有家庭 又或者獨生的話 完全交給上帝 大家努力 謝謝大家